大家好,我叫Luke 我剛剛沒有兩分鐘的分享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 我是畢業於南台科技大學 湯南學校,我就讀產品設計系 那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沒有限確答案的設計 那就是因為沒有限確的答案 所以現在才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相信的答案給大家 那沒有一項設計是完全限確的 所以當你要販賣沒有限確答案的產品前 你要先獲得別人的信任 就非常不簡單 因為別人你沒有背景 你沒有一些民生病人該如何相信你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團隊努力的目標 那我覺得設計它對我而言 它是一個過程 一個更具我了解的過程 那我們今天就把我們團隊全部的東西 來呈現在大家面前 雖然我們 是青年級生,可是我們很勇敢 等一下 我們是乾鐵草莓,就是有飢餓的草莓 對 那我剛剛也提到我們,我們啊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我們團隊有幾個人 我們團隊 我們團隊向右手邊一些位 他今天有來現場 Cino 對 他是擔任我們那個團隊的商業設計 那又左手邊一些位 哈馬,不是蛤蜊 哈馬,他是哈馬 對 他是我們擔任行銷業務的人 那我就是擔任我們團隊的產品設計 那 Made in Dream 創造了一句夢想 是我們團隊的slogan 那 我們會推出是我們的團隊的名稱 那我接下來想用一句話 來 來替我等一下要講的內容下一個表題 沒錯,就用筆記本創業 那我們這本矽膠筆記本 他不是一般的筆記本 他是用矽膠做的 因為矽膠本身有防滑性和彈性嘛 那我講解一下我們QNote的那個 概念好了 他是由樹木的年輪 一圈一圈的年輪發想而來的 因為 每一本筆記本 他其實都是一棵樹的生命 那我們希望透過我們修技的影域 可以讓 可以讓消費者 要去愛惜他 他是一棵樹的生命 那我們透過就是 矽膠筆記本的 可重複使用 讓產品可以一起延續下去 對 那這是我們QNote 那平常你們在室內移動的時候 你們會去一些 因為 有時候太多東西 你沒有幫你去拿 那你可以透過QNote 他可以幫你夾手機或貼心物品 那他是由29條細膠組組成的 你可以拿一條或兩條 或是五六條去夾 他可能性非常高的 對 那我們現在QNote有五個顏色 第一個 第一個顏色 就是我們的夜光 它 相對的意思就是它 現在黑暗裡會發光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晴鳥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蜜桃 那接下來就是晴空跟墨魚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矽膠做筆記本呢 因為第一個原因 它有防滑性跟彈性 那第一個原因 就是它矽膠完全有多樣性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它有 隔熱功能 所以它也可以當隔熱電 對 那QNote它其實它現在反面都可以夾 它可以 不只可以夾手機啊 夾筆 它還可以夾耳機啊 電線 等等的 對 那內頁本也是我們自己就集的 那內頁的封面像有 有印一些icon 它可以讓提醒使用者 筆記本可以夾這些東西 那種筆記本的內容物啊 它有一個西角書套 和一個內頁本 那我們現在在募款的時候 會創送另外的內頁本 那我們現在的專案還在進行 它有25天 然後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可以到就是我們的BiNV 幫我們募款 對 然後接下來 那其實我們今天來 我們想講一些募款 就是群眾募集品牌的東西 那像國外 在美國 它有一個 非常風行的 募集平台 叫Keystarter 我們國內 也有最大的募集平台 叫FryNV 可是 在國內 我們募集平台 並沒有像國外那麼風行 所以我們今天來 不只想為我們發生而已 我們還想為 一些募集平台 像其他人發生 因為他們其實都很有想法 很有遠見 很想幫助社會 可是他們沒有被看見 沒有被看見 你不管有多麼好的想法跟想法 都會沒有用的 那 錢 他不可以用來買到夢想 可是他可以去 他可以用來 吸取那些夢想 對 因為哪怕是一兩百塊 他對一個 一個獨立創作人 都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那就是聯合報 採訪FryNV跟我們QNV的影片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品牌 大家可能會聯想到這個創業 不過創業最難的 可能就是第一筆資金了 而在美國的 有個最夯的群眾募資平台 叫做Kickstarter 他們可以讓這個有辦法 但是卻沒有權的年輕人 可以透過網路平台順利集資 成功來獲得創業基金的第一桶金 而台灣金黨員們也有類似的 網路募資平台 而且逐步估計 台版的募資平台 已經成功幫200多名 有想法的年輕人 籌到了創業基金 不過要怎麼樣 才能透過網路 得到這個出資者的青睞呢 其他我們的報導 6年前我寫了一首歌 叫做Lina 感人旋律 搭配口白傳達心情 獨立音樂人想拍MV 缺乏40萬經費 走訪唱片 經濟公司不見得有用 找網友募盤 在60天內順利達標 網路募資平台 成為年輕世代追夢的起點 其實我們都會要求說 他一定要一則影片 想贊助的人 看到這個影片之後 深受感動 他就很快就會 把他的感動 化成實際支持的行為 他算是一種行銷的平台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我們 而且是我們想要的人 不是一些就會 他可能認為筆記本沒有用 先用影像抓住網友眼球 剛退伍的小光和朋友成立團隊 想出把矽膠做成書皮 用來夾帶手機文具 他們在佈置平台上解釋理念 同時提供未來會有產品 或是一定程度的回饋 獲得不少贊助者響應 其實有些消費者會對於一些外型 給我們一些意見 趁機說明我們的設計的概念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特別 私底下跟小等的活動 其實你打在網頁上 不一定人家都會去看 希望募盤七萬塊 小光的團隊進度不到一半 但網路募資皮台提供他們 找資金的機會 也會輔導企劃案執行 一年四百個專案中 有將近一百個最後成功募德盤項 儘管都是小額募款 但至少這些創意團隊 不再需要敵權下棄 在五人投資 而是被認同理念一起發展未來 U10TV五元席羅正回到這裡 台北報報 那各位就是手箱都會拿到我們的DM 那如果我今天有講解不清楚的地方 因為可能就是剛剛聽太多東西 頭腦實在太多 有點緊張 對 大家都講得太好了 那就如果我講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透過DM這樣的連結 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還是等一下實際下跟我逼問都可以 那最後我想要用一句話送給大家 這句話我本身很喜歡 設計的本身就是樂觀 然後今天謝謝大家聽我的解說 謝謝 在旁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